我们每天都能重新做决定 勇于做出不同的选择 就可以改变原来的道路 你绝对可以改善生命品质 你值得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IFM 爱生活 感受生活 热爱生活 和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每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我是乖爱你生活的朋友 敏明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 慢活 乐活 享受生活 爱生活 IFM 爱生活 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 爱生活养生单元 那么今天呢 敏明是邀请到我们的 自然疗法师 郑诗玲老师来到节目中 诗玲你好 敏明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是 那继上个星期的节目 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 在某一些食物里头的 一个食品添加剂 教大家怎么选呢 反应得非常好 那更有朋友留言 希望我们可以重点的讲解 如何选择不含有 任何我们不想要的 添加剂的酱油 所谓的天然有机酱油 那一般上大家用肉眼看 其实是分别不出来的 应该是说 你要很细心的去品尝 那个酱油 品尝 品尝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 有点难度 现在因为食品添加剂 太厉害了 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 其实市面上的酱油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 有没有时间去 看一看你家里 酱油的那个成分 然后你会发现到 其实好像之前香港的校委会 他们就拿了一系列的酱油 去做这些检验之类 他们发现到市面上 七成的酱油 其实都有添加剂 那我们讲到酱油 其实是我们中国 流传很多年的 这个酱料 是很重要的一个调味料来的 可是我们真正的酱油 它是以天然发酵的 那个形式 所以真正酱油的 那个原料 其实很简单的 它就是以黄豆为主 然后它会加一些面粉 然后它加一些菌种 然后就和盐下去发酵 那整个发酵的那个过程 可能要 因为它要有在固定的温度底下 可能整个发酵的过程 要至少12个月或以上 可能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老抽 可能还要发酵更久更久 所以在这个发酵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的耗食 然后耗人力 然后耗功夫的 所以当然为了种种的原因 我们要缩短这个发酵的过程 然后又要快 然后又要便宜 那我们就出现了很多调和的酱油 或者是大家称为的化学酱油 是的 那怎么说是调和酱油呢 就是说刚刚我想的那种是传统的酱油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调和 调和就是说 它可能会添加的一些 已经发酵好的酱油 然后呢 它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料 比方说好像大豆分泥蛋白啦 或者是一些味精啦 或者是一些焦糖色素啦 等等的 然后两个把它参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罐所谓的调和的一个酱油 所以它不是没有酱油的成分 它还是有 只是一部分 然后呢 可能占了50% 可能另外的50% 它就用其他的那些调和料给调出来 所以这个叫做调和酱油 当然调和酱油的话呢 它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 比方说我们会担心里面是否有一个 叫做MCPD的这个毒性致癌物 那当然马来西亚的法令 他们是有监管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低于某个程度之下 那才可以成为是合格的 就可以在面试的一个酱油 基本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法制去规定的 可是呢 可能还会有些漏网之余 或者是没有被抽样检查的 那大家 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就要小心的去分辨 那么第三种酱油呢 就是可能它也不属于调和酱油 它就完全是属于化学酱油 就是它连这个少许的酱油的材料都没有 就是只有色素跟盐 对就是这样调出来的 当然可能市面上这类的酱油还是有的 可能就是那种主要是那种食门 就是那种做食物加工 或者是在于他们做厨房里面 或者是外食的使用的 他们大量那种 可能那种 之前在台湾就有嘛 他们就包装了一桶一桶 大大桶的酱油 所以是专门是用做生意用的那些酱油 可能就会存在这一些 所谓的化合酱油 那些就更加更加的便宜了 对 所以呢严格来说呢 真正的酱油就只有一种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 传统发酵出来的那个酱油 那其他的酱油呢 都可以说是属于有添加剂的这个酱油 当然添加剂除了刚才我所说的MCPD之外呢 他们目前另外一个比较担心的就是那个caramel 就是焦糖色素 那焦糖色素本身当然是没有 本身是没有毒 他就说就是淀粉拿去高温加热 然后最后得到的那个是焦 好像我们烤面包焦了的那个颜色 那这个是焦糖色素 那焦糖色素 我可以说大部分的我们讲的塞油 就是我们的老的这个 老抽 老抽 都是因为要为了要那个色泽 更加均匀 然后看起来更加的黑 大部分都会用这个焦糖色素 那焦糖色素本身是没有问题 可是焦糖色素 它可能会在整个加工的过程 会产生一些 怎么说 byproduct 对 产物 副产品 对 副产品 然后这个副产品呢 可能就会就是有致癌的风险 可是到现在呢 当然没有一定的 这个数据显说 它一定会导致致癌 就是可能有致癌的风险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常常说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能够尽我们的能力去选择天然的 就是没有添加剂 因为虽然是说很多添加剂是合法的 可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一个叫做鸡尾酒 效应的东西 就是说今天我吃了这一罐酱油的添加剂 然后我也在吃ABCDE食品的 然后所有添加剂加起来了 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其实我们不知道 因为单一的添加剂他们是个别送审 是的 个别有做研究 可是没有做研究的就是把个别的添加剂 全部放在一起 对 它会产生一些什么效应 就是鸡尾酒效应是我们给它的一个名称 对 最不想看到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对 就是它长远来说会对我们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些添加剂当然多吃了对身体并没有益处 那我们酱油呢 我们真正要的它的风味 其实都是从黄豆的那个黄豆的油脂 还有它的氨基酸所得到的 所以氨基酸越高的黄豆 做出来的酱油 其实它品质就会比较好 所以味道就会比较香一点 当然真正发酵的这个酱油 因为它是黄豆做的 所以其实它也有很好的这个营养成分在里面 那你们可以比较说 混合酱油跟这个传统酱油 它们最大的差别在那个nutrition effect 是它们的那个protein的成分是不一样 那传统的酱油发酵呢 它的protein的成分会比较高一点 比方讲我这边就导一些例子过来 比方说我这有一瓶 它是传统发酵的这个酱油 它每100克的这个蛋白质有7.8克那么高 因为说明它就是真正就是发酵回来的 也就是我们在买酱油的时候去读标签 它的protein含量里头 每100克的酱油有7.8克的这个蛋白质 就是属于 就是我取一个就是6到8克吧 6到8克 因为每个酱油那个黄豆的品质又不一样 所以100克里面你看到6到8克的这个protein 那你有理由相信说这一罐酱油的这个黄豆的成分非常的高 它也会特别的香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它的含糖量 那真正传统发酵的这个酱油 它的糖应该是因为应该是没有加糖 可是呢如果我们是添加的呢 有一些为了调和它的味道 它就会加了一些糖进去 所以你看到它的成分表也会有一些糖 所以这边一般来说呢 我们是说大概是carbohydrate碳水化物 是大概10到15左右 那如果它是太高的话呢 那你有理由相信它也是有添加了一些糖分在里面 这边也是用克作为计算单位吗 全部是用克 也是100克 对 每100克里头如果有10到15克是含糖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carbohydrate 就是正常的 对对 然后呢就是最后呢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买购买酱油的时候 即便它是写低盐的酱油 low sodium 那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 它的那个盐的成分到底有多高 那这里我这个例子是说 真正低盐的 它可以100克 它去到5.5毫克的sodium而已 可是正常的呢 应该是6000毫克 所以差好远 一个是5毫克的5mg的盐 另外一个是正常的是6000毫克 所以6000毫克也就是说 如果我吃一个汤匙 一个tablespoon的盐 我已经得到了一个gram的盐 那一天我们是不要超过两个gram 一天我们不要超过两克 就是2000毫克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酱油呢 我们要用也是要适量的用 因为两汤匙的一般的酱油 好像不是低盐 两汤匙的酱油呢 已经是打了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盐分了 再加上所有的食物都有盐分 对 所以我说一天呢 其实我们不要超过一个汤匙为准 所以不沾酱油比较好咯 不能 因为有一些人就会喜欢 用酱油来增加食物的鲜味 我会觉得说 大家如果真的是要选择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本身 尤其是那些血压膏啊 那些当然是注意那个盐分的摄取 要不然其他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一些辣椒啊大蒜啊 就来可以冲淡那个 就增加他的风味 就不需要点那么多酱油了 当然如果你们真的要分辨的话呢 其实第一呢 我还是建议一定要看包装的成分 所以真正的酱油呢 它的成分应该只是很简单的成分 就是黄豆 面粉 水 盐 而已 然后呢 如果你看到标签上面有写 Vegetable Protein Hydrolyzed Protein Isolated Protein 这些呢 可能它就是属于那种混合型的 就是它酱油本身 它还要再加一些水解蛋白进去 或者拓制的黄豆下去加工 然后呢 再来你看到一些 Monosodium glutamate Dy Sodium Succine 这些是属于味精的部分 所以这些呢 我们就不要买 所以真正的酱油 只有四个好的原料 然后我建议说 大家买日式的 Tamari Soy Sauce 对 所以日式的Tamari Soy Sauce 大部分来说呢 它们的 它们添加剂 会比较少 这是很少 而且日本人对酱油 非常的非常的讲究 日本的Soyu也是OK的 Soyu跟Tamari的分别在于 Tamari的麦夫比较少 它比较少用面粉 有一些甚至没有Groton 所以是比较好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们可以摇晃那罐酱油 好的酱油呢 它是会有泡泡 然后会持久的泡泡 像蜂蜜一样 OK 因为它有发酵的 那如果化工的酱油呢 基本上是没有泡泡的 对 然后最后呢 就是大家要喝啦 品尝啦 闻啦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 好的酱油是应该有怎么样的味道 那如果朋友们也在面对选择酱油的困难 那听到了施灵刚才的这个讲解 就觉得非常好用哦 我们可以重听 或者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欢迎你来到IFM 或者是爱生活的脸书吧 这个节目直播分享出去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聊一聊的话 也欢迎你透过WhatsApp IFM的WhatsApp是 011-10893-893 或在我们IFM爱生活直播帖下留言都可以 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歌曲资讯过后继续再聊 简单乐活的人生 就是让自己快乐 也让别人快乐 经营自己的内心 同时也经营周围的环境 IFM爱生活 继续陪伴你 感受体验热爱生活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 慢活乐活 享受生活 爱生活 IFM爱生活 明明今天是邀请自然疗法师 郑诗玲来到节目中 当我们谈到 我们要在这个饮食当中 多加留意 任何的不好的这个添加剂 我们就要知道如何挑选 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也是朋友们为了进行健康饮食里头 会适当的加进我们的生活三餐 比如说我们的优酪乳 那问题是我们在市面上 你去冷冻柜那边看 就零零种种 我看每一个超级市场 至少都会有十个以上的品牌 而且一个品牌又分很多种 有一些添加 有些有糖 有些没有糖 有一些有加蜜糖 有一些又叫grid style 有一些是grid而已 那到底我要怎么选呢 基本上我们讲的yogurt 其实就是跟那个酱油是一样 也是属于传统发酵的那个食物 那它主要的原料呢 是牛奶和菌种 然后可能有一些水来发酵 所以我们知道说 如果一罐真正的这个yogurt 如果是原味没有添加 就是它保留它原状的话呢 它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很酸 然后是凝结状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yogurt 当然了 因为它 yogurt它本身 因为牛奶本身有乳糖 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如果一罐没有被添加过的 这个yogurt呢 100克里面呢 它存在的那个糖 应该是有5克 可是这个糖不是 added sugar 这个不是添加糖 这个是它 牛奶本身的这个乳糖 所以这个属于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去买一罐yogurt 是原味的 然后我又要没有加糖了 我们发现到它的糖里面呢 原来不只是5克 是超过了5克 可能是10克 15克 那你就要开始疑惑 到底这一些additional的糖 是从哪里来 就是说 这个yogurt可能就有添加了一些糖分 其实我发现市面上的yogurt呢 当然种类是很多啦 但是要选择呢 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学看那个标签 因为我们发现到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执意的就是第一 到底它给你的 是不是真正的一些牛奶 因为我说第一个成分是牛奶嘛 对 可是有一些yogurt 我发现第一个成分 其实并不是牛奶 那是什么呀 水 然后呢 可能是比方讲是草莓口味的 它就可能是水 然后就是一些草莓jam 然后呢 所以它也没有草莓 它就是给你草莓的 是个果酱 然后呢 它才到一大堆的favoring 然后才有牛奶 然后才有那些一大堆的acidity 什么一号嘛 stabilizer 什么141 30 141 所以这一罐yogurt 严格来说呢 其实你可能吃不了多少的 这个牛奶在里面 你也可能得不到真正的所谓的很多的菌种在里面 所以换言之说 这样子的一个yogurt呢 我觉得顶多是一个甜点而已 它不算是属于一个健康的食品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那有一些yogurt呢 它的糖分非常非常的高 那有多高呢 比方讲说 它100克里面呢 就是 我们是以100克来算 100克的一些yogurt呢 根据研究啦 它最高的那个糖分的那罐呢 市面上呢 它可以去到可能是20克的糖 所以 比方讲 那一瓶的yogurt是170克 所以相当于你把这一罐的yogurt吃下去呢 你已经吃了超过6个茶匙的这个糖 也就是说 本来你是想吃yogurt 是为了保健健康 对 可是你在吃 它的一些 什么牛奶那些成分下去之余 同时你也吃了很多很多的糖分 所以我觉得在选择yogurt呢 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 到底它的成分 是不是简单的成分 就是说 是不是牛奶啦 是不是 真正是发酵的 所以我们要求 一定要有life creature 一定要有菌种在里面 同时它也会告诉你 真正的菌种是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呢 它的糖分呢 应该是 基本上应该是大概5克到6克左右 这个是原味的 如果它超过5克到6克 就每100克的yogurt超过5克到6克的sugar 就讲其他的了 是添加的 那你可能就开始想它添加是从哪里来 是从水果吗 是从果酱吗 是从它加下去的糖 还是等等的 那么第三呢 我觉得有个陷阱 就是大家要留意 就是低脂的这个yogurt 对 低脂的这个yogurt呢 很多人觉得说 它可能会比较健康一点 对 任何看到low fat的 大家都会觉得是健康的 对 当然在低脂呢 就他们在 就是在牛奶这部分做了手脚 他就把那个脂肪抽出来 然后就可能低过这个1.5克的 这个 每100克 它低过1.5克的这个脂肪 它就属于是低脂 可是有些时候 因为它把这个脂肪抽出来了 对 那就影响了它的风味 所以他们变成要把它更美味 它就不得不加入更多的添加剂 包括糖分 所以你发现了有一些low fat的这些yogurt 其实他们有含有很高的这个糖分 可以去到可能15克的糖 18克的糖 不能 所以基本上呢 外面呢 我们看到说 你还是要留意它的一些糖分 还有到底它是不是 真的是添加了很多添加剂 包括一些蒸酬剂啊 弄给它粘酬啊 所以不是真正发酵回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 留意的这个地方 那有些朋友会问我是说 是不是看到great yogurt 就是说它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现在有所谓的希腊式的这个yogurt 对不对 那我们发现到希腊式的yogurt呢 它又有分两种的哦 市面上有一个叫做great yogurt 就是真正 因为希腊式的yogurt 它是属于在传统是希腊 每个家庭他们都会制造 那传统的great yogurt 他们是用养奶制作的 那现在很多是变成这个牛奶来取代 那great yogurt跟一般yogurt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great yogurt它用的奶量呢 可能是一般yogurt的双倍到三倍 然后呢 他们有做一个这个过滤的这个 这个动作 那great yogurt呢 它会把更多的这个乳清跟水分过滤掉 所以你发现那great yogurt的口感呢 它会更加的粘稠 更加的扎实 对 一般的yogurt它水分更高 所以great yogurt跟normal yogurt 就讲它的蛋白质比较高 因为它的牛奶成分比较高 而且它的口感水分比较少 所以它更加的扎实 所以严格来讲呢 每我们讲真正的great yogurt来讲呢 每100克的这个great yogurt呢 它应该要有8克以上的蛋白质 它才能够属于是great yogurt 每100克有8克以上的蛋白质 它才属于great yogurt 如果它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 也就是讲 它顶多是属于great style yogurt 所谓的great style yogurt就是讲 它可能 它为了要制作great yogurt的口感 然后它就把它调出来的 OK 可以这么说 当然有一些great style yogurt呢 只是命名上的一些问题 但有些great style yogurt呢 它也是真正是用双倍的牛奶去制作 它可能没有纯正的great yogurt的 最好100克的这个优格有8克以上的蛋白质 这样子呢 即便你付更多的钱 你也知道那个value在哪里 最怕是说一些great style yogurt的话呢 你当这是great yogurt的价格来购买 这样就不太合理了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一番研究 才会去买 然后就觉得 哇 great它含有的这个蛋白质 是比普通的这个优格还要高 我要求的就是蛋白质嘛 所以就花重本去买 可是才发现 嘿 它怎么没有达标 那你就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对 当然我发现有一些great style yogurt 它的成分还是好的 它还是有好的 只是你就不要期望说 它的那个蛋白质 会给你的是双倍那么高 对 我觉得是那个期待的 那个 expectation的这个问题 所以换言之 如果你说要选一罐好的 yogurt呢 我觉得第一一定要选择 尽量选择无添 no added sugar的 然后呢 是属于原味的 因为从这个 他们就是抽样检查 就是一些执法单位抽样检查来看呢 更多添加剂的 始终是那种flavored yogurt 就是说有水果口味的啦 有那种berry口味的啦 对 所以那一些的糖分会比较高 然后添加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 这个成分会比较多一点 尤其是草莓口味的 比较严重一点 然后第二呢 就是呢 我们尽量就是锁定100克的这个 yogurt 不要超过5到6克的糖 这个才是真正天然的这个 yogurt 然后第三就是 要小心防茂的水果 因为有些 yogurt 它宣称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可是它其实没有给你真正的草莓 它只是用果酱而已 对 可是果酱里面又添加的很多糖分 然后最后呢 我觉得说 不要只是觉得是low fat 就一定比那个完整的 yogurt好 其实牛奶里面的脂肪 是属于好的脂肪 所以正在说不要太害怕脂肪 那我们 yogurt就算是说 适量的吃 吃对了 那同时给你饱感 给你这个蛋白质的能量 那适量的吃 我觉得是还是OK的 对 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买原味 然后再添加自己喜欢的水果 对啊 那会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原味你会很容易知道要怎么拿捏嘛 添加的话可能你会担心 这个水果新鲜嘛 是 还有做过防腐处理嘛 是真的水果在里面吗 可是如果你买好的原味的 yogurt 自己再把喜欢的水果放进去里面吃 那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安心了 是 那当然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Yogurt Drink 很多人问我 叫那个乳酪饮料呢 那它其实只不过是用了Yogurt 然后添加了很多的水分 那当然因为它添加了很多水分之后 它就比较不稳定 所以呢 Yogurt Drink通常呢 糖分会比较高 对 然后也会更多的防腐 挤去防腐 那基本上我觉得说 大家在吃Yogurt的时候 你把它当成是健康的十比十OK 可是你不要错误的期待说 你吃了这个Yogurt之后 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益生菌 如果你真的是要补充益生菌 因为身体某些状况 我还是建议说 你买益生菌的那个辅助品 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谢谢施琳在这个部分的讲解 那我们稍后也会看看朋友们 有一些什么留言给我们了 先听各个学的资讯过后 继续再聊 欢迎大家把我们在做直播的帖 分享出去给更多需要的朋友 就可以改变原来的道路 你绝对可以改善生命品质 你值得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IFM爱生活 感受生活 热爱生活 和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每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 我是乖爱你生活的朋友 敏明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 慢活 乐活 享受生活 爱生活 IFM爱生活 敏明今天是邀请到我们的 自然疗法师 郑诗玲老师来到节目中 其实谈到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 食物添加剂的部分 我们说了说 你要注意了 酱油里头可能有食物添加剂 那优格里面可能也有 虽然它是健康食品 再来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现在人手一杯的 茶 或者是饮料 奶茶 珍珠奶茶 是 那这个珍珠奶茶大家喜欢喝 可能就是因为冰冰甜甜的 咬珍珠就是弹牙弹牙的 然后大家就觉得 食尚品 每个人手一杯 你不见吗 那个奶茶街一条街 这样开下去好多间 可是它真的是健康饮料吗 还是其实有一些的 这个奶茶里头添加了一些 不必要的东西呢 比如说糖分太高了 其实我发现到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珍珠奶茶本来就是很高糖的东西 对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说 其实珍珠奶茶由头到尾 其实都是食品添加剂 由头到尾都是食物添加剂 那我在这里不可以讲说全部的品牌 但是我可以说是大部分 就比方说 我先从那个珍珠开始讲起了 那其实我自己在家里也尝试制作这个珍珠 那我们知道说传统的珍珠是用木薯粉 或者是用那个 反正就是用那个 那个Tapillago粉来做 然后一般你做了这个珍珠完之后呢 第一你必须要加很多的糖去炒这一个粉 所以它在制作这个珍珠的过程 本来就已经要下很多的糖 然后呢 它才会那种油油亮亮这样子 然后做好之后呢 你又再放一些糖给它裹在外面 所以呢 珍珠本身除了淀粉呢 就是糖 它就是没有其他的 那我这个自己讲的还是在家里做的珍珠 然后通常这个珍珠也是放不久的 即使即便我做了放在Flycer 我再拿出来再给它弄热的话 那口感也是不一样 它不会给我太Q的口感 可是我们再看市面上卖的珍珠奶茶 就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 第一它们都是很Q的 然后第二呢 它们都是很耐放的 就可能你放过夜放进冰箱 它都不会变硬的 这个说明了什么 这个说明了说 可能外面的那些珍珠呢 不是用 不是只是用粉来做而已 它还因为要得到它的Q度啦 要让它好保存啊 要让它保持那个持久性的那个弹性呢 所以它们都加了很多所谓的修饰淀粉在里面 所以第一就是珍珠本身这个问题啦 然后我们再看到说 那一杯奶茶里面 那杯奶茶里面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真的是有茶 多少成分是那个奶 那曾经就是我也就是去参加过一间那个卖茶的这个厂 他们原来茶里面都有分很多不同的等级 那可能好的等级 他们就把它包装红茶就卖出去 那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等级 他就把它批给这些 就是说熟识的地方 就是说可能一些妈妈当啦 或者一些冲茶的地方 可是那些也还算是茶叶 可是最可怕的就是有一种呢 就是他们就是那个茶可能是我们说是副产品 在加工过副产品没有什么香味了 他们就把一些调味料放回去做成那个奶茶的颜色 也就是说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副产品它看起来像茶叶 可是它就没有茶味跟茶的一个营养 所以他们就把茶的味道相似的加进去 颜色也加进去 对 变成像茶粉 变成一个茶粉 所以说这个奶茶精可以做 它根本是可能没有奶茶 或者它只是含有很少分量的这个奶茶 所以还是卖到一些就是一些我们说食品 那个餐厅那边去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奶茶 第一你要看到的颜色 有一些颜色是带红的或者带橙色的 你知道就是说 它搞不好这个就是颜色来的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奶茶在里面 那我回到这支珍珠奶茶 在珍珠奶茶可能有一些有真的是有用茶 可是有一部分呢 它可能是真的是用这些茶精而制作的 因为品牌太多了 那另外就是说 即便不是说是珍珠奶茶 那可能珍珠奶茶它同一个品牌 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水果饮料 也对 对嘛 什么百香果啦 然后什么蜂蜜啦 然后那它这一些所谓的水果饮料 可能有一些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食品添加剂 它未必是真的是给你那个水果的 对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它的奶精 珍珠奶茶有这个奶精 那么奶精呢 它当然不会给你真正的牛奶 它主要是用的就是奶精 那什么是奶精呢 奶精就是其实就是凡式脂肪来的 所以在这样子来看呢 一杯珍珠奶茶有凡式脂肪 可能有一些添加剂 然后珍珠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 所以整杯的一些珍珠奶茶呢 当然如果你当它是一杯 只是偶尔喝乐趣的饮料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可能没问题 可是你要让 那巴当时是一个真的是给你黑糖 给你营养的饮料呢 那是不可能 因为它从头到尾没有营养 至于它还有很高很高的热量和这个糖分 因为我们很怕有些人 他每天都喝一杯 是 那他觉得说这个黑糖珍珠 真的是有那个黑糖的作用 那他的糖分才吓人 那最近好像在新加坡 他们有做的 就是把一些样品拿去做 那最高的那一杯黑糖珍珠奶茶 你猜有多少糖分 一杯全糖的我们说 有92克的糖 就是大概18茶匙的糖分 那是最高 那我发现市面上 因为我看很多不同的研究报告 有些讲是11茶匙 有些讲12茶匙 总之我觉得最少的水果饮料 有8茶匙 所以是8茶匙到18茶匙之间的糖分 就是含在我们所谓的这些水果口味 或者是一般的珍珠奶茶以内 这是全糖 即便是半糖 其实也没有好很多 因为卡路里来说 全糖的珍珠奶茶 一杯是700大卡 大概是两碗半的饭 两碗半的饭 那即使是少糖的 可能也是要整600大卡 也是好那一点点而已 对 所以相对来说 珍珠奶茶第一 天价剂又多 然后第二呢 热量太高 你吃了这个呢 你可以两餐不用吃吧 因为是两碗半的饭 第三很贵 很贵 然后第三 当然它的那个珍珠其实本身 因为天价剂太多 休息店不太多 它不好消化 是非常非常难消化的 是 那珍珠奶茶 如果我们依照传统的方法来做 它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饮料 可是因为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业者 如果用不当的方式 对 用大量的这个天价剂 进去做成的珍珠奶茶 那可能我们就劝你 还是少碰为妙了 刚才你已经知道了 它是高卡 高糖 高反式脂肪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 肯定是对健康不好 如果你每天喝一杯 当然偶尔 久久喝一杯还无妨 如果每天喝一杯的话 对你的健康来说 是造成一个大影响的 我们今天谈了 在三种不同的食物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优良食物里头的 一个食品添加剂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 给我们问题 那稍后我再会 请教施灵 然后呢 再一一的给大家回复 希望大家可以等候 我们的回复 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个问题 大家在节目里头提到的 可能我们今天没有谈到的 那明明就再次邀约施灵 下一次再来我们的节目中 继续跟我们分享了 谢谢施灵 谢谢明明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 IFM 爱生活脸书 把这个星期三 跟上个星期三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 营养节目 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 未经许可 的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